好,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接下来我们就是在画身体的部分,身体部分我们分成跟前面我们单元用看过Photoshop预设的那个Puppy 一样我们其实就分成两个部分,一样分成手臂跟躯干,躯干是含脚,所以我们这边在body这个群组 产生,先产生第一个图层,我们就先来,先来画一下躯干,一样给它一个适当的名称,躯干跟躯 好,那我们确定在这个图层,我们就先,时间的关系哦,那像每个人的画图能力都不一样,所以我们还是用最简单大家都画出来的方式来 来画就好了,所以我们这边就用这个 那个套手工具 随便画一下就可以了 好,假设就是身体 我们就给它填满一个颜色 看它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好,这要给它穿 好,蓝色的衣服好了 好,接下来 来画裤子 那扣子的话,就简单的画一下就可以了 好,那我们一样 给它填满一个颜色 好,给它穿 好,给它穿红色的裤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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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鞋子 好,时间的关系我们就 就,就,就乱画 好,我们把它填满到 灰色好了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在画 不会说在同一个图层画这么多 应该是在不同图层画完之后 再把它做一个合并的动作 好,接下来再把脖子 这边就用 这个前景的这个蓝色就可以了 好,那我们这边整个躯干就 就,就画完 那这边换同学来操作看看